我想设计师的使命 都是在协助每一位屋主营造 和完成他们家专属的幸福模样 每一份甜美的幸福模样 都是我们投入这份工作的成就感来源 不过常常有人会问 最有成就感的作品是 我会毫不犹豫的说 当然就是我们自己的家 哈啰 因为我们家有两位小小朋友 再加上我们家有两只猫还有乌龟 因此我们在空间规划上 我们就把公里域的空间放到最大 因为家里有小小孩 所以收纳是重中之重 在电视墙的设计上面的话 我们就设计了一个延伸 还有一个曲面 那延伸到旁边的话 最边边是我们的储藏室 那第二个重点的话 对于健康还有环保材质的运用上面非常重视 那在我们家的话 我们就是建议说使用抗污 还有好清洁防刮的一个材质 就是像美奈版或科技版 那一来比较健康环保 二来的话也可以避免小朋友 或者是宠物的破坏 我是一位设计师 然后同时又是一位妈妈 所以关于小孩的健康状态 我就会特别的在意 那那时候当初规划这个房子的时候 我们就希望可以有一间会呼吸的健康好栽 我们当初在规划厨房的时候 我们希望让整体空间看起来更宽阔 所以我们设计半开放式的厨房 但是因为我平常在做菜的时候 我还是会把门子整个打开来 但是说实在 如果我在热炒或者是煎牛排的时候 油烟味是真的蛮重的 然后这时候我通常就会把油烟机 跟全热交换器同时打开之外 还会连同空进清淨机也一起打开 让整个油烟味消散的比较快 就不会我一煮什么 他们就会说妈妈好臭 一般通常有洋宠物的家庭 猫砂一定都是配置在家庭的室内 可是我们就发现猫砂在室内的话 粉尘的状态蛮严重的 异味也很严重 所以我们就移到了阳台 像我刚刚提到的都是属于居家空气污染的来源 那相信应该很多妈妈也有一样的同感 那我先生立友跟小朋友 就是属于蛮严重的过敏体质 所以我就会更重视家中的空气品质 我记得曾经读过一篇报导 美国环保署指出说 室内空气污染是室外污染浓度的2到5倍 然后台湾因为是雅勒带的国家 细菌 黴菌的含量又比较高 加上我们家的一些建材 家具 厨房油烟等等 都会制造一些空气污染 所以家里除了配置全热交换器 我们也会在像客厅的地方放置空气清净机 来净化桌围的空气 如同刚刚我太太Cady所说的 室内空气污染来源太多了 老乌翻新太麻烦了 那大洞设计缓不济及 很多家庭没有办法去选择一个理想条件的居家环境 像是从化区或是市区内打开窗 尘土飞扬 所以很多家庭都无法拥有一个好的室内空气品质 那我们会选择一台专业的安利的益星空气清净机 它是获得英国过敏协会认证 那有Sky跟Mini大小两个款型 像是在客厅的话我们会摆放Sky 滤镜的频效达到13品 房间的话就可以用Mini 5到6品的大小都可以适用 因为我们工作专业的关系 很常家里或者是身上 会有一些新家具的味道或者是施工时 用料残留的异味 一回到家我们就会开启异星 那个感觉就像是换来异星 不要影响原本干净的居家空气 现在不管是新陈屋或是老乌翻新 就是在中修完之后 多少都会潜藏一些过敏源 那在我们呼吸的时候可能就不小心吸进到身体体内 所以以我们为例 我会建议可以搭配安利的异星空气清净机来改善 整个家的空气品质之外 也守护全家大小的身体健康状态 我相信我老公应该很有感 的确 当过敏改善了以后啊 那种恢复正常感觉真的很好 那是花再多钱都没办法去得到的 也就是那种恢复 我小的三宵 有掌控精力的 是 我们下个大小的受伤 那就是 是 有很多的 能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